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想带 这球没有必要带吧 八号球右下方抵带都有啊 你从下往上 从上往下 9跟11的位置 其实9号球处理好 左边中带也可以接力 你换句话说 这两杆的带球 就是K球啊 并不是一个最佳角度 这杆较位非常细腻啊 这杆达位非常希望 这杆达位很重要的 这杆达位有向下的地方 我更有意见 这杆达位有向下的地方 角度合适 中定杆可以上去 先做七号球 有一些小度 打点不要太低 等起来 正常的中立 定杆就好 好球 扩大优势 第十局 金俊胜5分8比2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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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第十一局金俊开球 感谢观看 在裁判员冲球之后 取下摆球纸的这一段时间 是不算在选手击球时间之内 效果不错 十号就已经被打活了 角度也合适 争取顶到十五号就下方的位置 感谢观看 还可以接受 只不过进攻的话 主球离苦边比较近 打十五号 大角度 左上方顶带 打中带 也是大角度 左边的十一号 都得需要一定能力 这个安球还需要发力 运气不错 如果转完之后 还有球可以打 打中 量了一个一库的位置 也量了一个三库的位置 看来要发力 稍稍的力量小了一点 还能薄 准度支撑 第十一局 金俊胜比分9比2 开球性感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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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第十二局 孙弘瑞开始 感谢观看 镜头也交代了 三号球 左下方底带高下 这一盘孙弘瑞不要受比分的影响 刚说完 还没说完呢 这边失误了 感觉孙弘瑞这一边无心连战了 逐渐在士气上 信心上 都在慢慢慢慢的消失 又漏了 这样的话 看这个九号球吧 打进很有可能就送金军到赛点了 打不进的话 孙弘瑞还有机会 感谢观看 我们给你带到你的看法 中共的灰色 这是第一次 中共的灰色 就是在一场比较 那种比较生涩 还有还有一个 然后再再次 重心 能不能输 还有一个 可以 行 要先 先打一杆组合 拿到球权 打一杆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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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杆组合